疫情期间辛老的消防员总是站在第一线协助防疫保护民众安全 在得知县府消防局第三大队入股分队需要防疫物资后 先远油耗也与地委许淑华云立法组执三会等单位 成功募得防疫物资供消防队来做使用 十方的善心人士能够典力相助 让我们这些物资能够送到最需要的第一线 这次我们送到入股的防疫物资 也都是配合我们油耗议员这边 还有郑爵士这边一起提供 跟一些善心人士提供一些相关的需要的物资 让我们入股乡这边的第一线的消防兄弟 能够有多一层的保护 并且可以把一些染疫的工作防治到最好的一个点 此次透过防疫物资的捐赠 也让消防员们感受到各界满满的温暖 县府消防局第三大队入股分队长 陆伯豪也代表队员们感谢各界对于消防员的关心 先运以后也特别感谢消防人员问民服务的辛劳 希望透过此次物资让他们工作时防疫安全更有保障 主要是也是感谢张庚元会长 他有想说第一线大家会不会需要这个N95的口罩 那有透过我这边 还有我们就联络了入股消防队 还有联络了苏队长 还有也知道说确实有需要这N95的口罩 以及一些防疫物资 那所以张庚元会长 他以及许多就是血医帮忙的一些朋友 他还共同来募集为第一线 我们辛苦的消防人员 他还就是送上温暖打打气 那在现在的疫情期间 第一线的消防员其实是最辛苦的 他也希望接持张会长跟南主委 许说立委 我们大家共同来这边送上温暖 他还说声消防员你们辛苦了 议长和尚峰肯定此次活动规划的用心 提供防疫物资 让这些新老的消防弟兄安全更有保障 也期待因为各界一同努力下 此次疫情能够尽快来消除 记者卢一凯入股采访报道